你有没有听过什么逢人只说三分话 胃壳全抛一片心 还有什么沉默是金 甚至还有各种恋爱导师 教你我要保持神秘感 激发让男人狩猎的欲望 这些社会规矩呢 鼓励我们去把真实的自己藏起来 戴上一个体面的社会面具 我们看18、19世纪的老照片 或者更早一些的肖像画 这些人呢都正经微坐不苟言笑 一个个看着特别严肃 其中一个原因呢 就是当时的照片或者肖像画 更多的是展示一个公众的形象 比如贵族画像会被挂在墙上 作为展示整个家族历史的一部分 而且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 公众形象应该是正经的严肃的 而细皮笑脸的形象是不高贵不优雅的 但是现在你去拍个合照 人家都一二三鞋子 你不笑你要高贵 那你就是一个笑怪逼 所以你看笑还是不笑 这个东西呢取决于 人们想要一种什么样的公众形象 同样当人们需要维持一个体面的公众形象 那么很多私人的情感 困惑和秘密 都会被埋藏在这个面具的下面 我爸妈在我差不多一两岁的时候就离婚了 但我妈一直让我告诉别人说 我爸爸在外地工作 他认为家丑不可外扬 同时也是怕学校里的其他孩子 因为我是单亲家庭的 就对我区别对待 我一直在小心翼翼的守护着这个秘密 绝口不提家里的事情 每次当我需要用谎言去掩盖这个秘密的时候 我感觉我的整个灵魂都在撕裂和打架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还能做一个诚实和坦率的人 直到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我们学校当时要去参加一个市里的绑腿跑比赛 所以我们十几个人就放了学 就去操场上练几个小时 然后再回家 你知道团体运动呢 特别需要你信任你的队友 因为一旦一个人摔倒了 整个队的速度都会受到影响 我记得有一次练习后 大家休息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就说 他爸妈最近正在闹离婚 他非常的担心 感觉自己的家要快没了 这样的心理化 让所有人都打开了花匣子 另一个同学说 他家里爸妈经常吵架打架 他甚至希望他的父母去离婚 还有同学说他爸爸去世了 虽然他非常想念自己的父亲 但是阴阳两格 没有任何办法 我也终于有勇气说出 藏在心底那么多年的秘密 我记得那天的落日余晖底下 一群半大的小屁孩 说了家里的秘密以后 哭得稀里哗啦的 我第一次感受到了 什么叫共鸣 感受到人类的悲欢 其实都是相通的 从那之后呢 在别人问我说家里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能非常坦然的说出 我爸妈很早就离婚了 他们现在住在不同的地方 背负着秘密前行 就像你穿了个内增高 但是又不想被别人发现 可能人家根本没有注意到 你到底长高了几厘米 但是你一直能感受到 这个秘密在你的脚底板往前出流 如果暴露秘密 实在让你感到太过于不安了 那么秘密呢 会好一些吗 这个好莱坞星光大道上的星星 它是美国一个非常长寿的 报纸建议专栏 由Pauline Phillips在1956年 以Abigail Van Brun的笔名创立 就是那种读者写信 来问一些生活的情况 然后作家会给她一个回复 你看这个问题 是一个女孩对两个男孩摇摆不定 白天喜欢Andy 阳光自信 晚上喜欢Tony 热情狂野 那咋办呢 问问Dear Abby吧 这还有啊 小朋友写信来问 我爸爸不给我买小猴子当宠物 怎么办啊 还有这个啊 我跟我的邻居闹得不是很开心啊 在这个1950年的时候呢 美国人也是觉得家丑不可外扬的 但是通过Dear Abby这个专栏呢 大家也看到 别人的家里也有这样 或者是那样的问题和秘密 谈录秘密 会让我们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至于那种恋爱导师说的什么 保持神秘感 神秘感这个东西 说白了就是不自信 你不相信真实的自己 能够被伴侣百分百的接纳和包容 你也不信任你的对象 能够对你产生共情 保持神秘 只能给你一个虚幻美好的公众形象 而且可能需要很多的精力 来维持这个表面 就像你的Instagram和微信朋友圈里展示的那样 但是 但是 真实的做自己 表里如一 这个感觉真的是 太爽了 你不再需要牢牢记住 我说的每一个谎 我撒的每一个牛逼 也不用担心别人发现你的秘密 care的时候 这些秘密就变成了能说出口的故事 而这些故事 会让你这个人更加的有血有肉 So 你的秘密是什么呢 评论留言 说出你的故事 找到共鸣 谢谢大家 请关注我快乐小张 Bye Bye